欢迎来到三不五重祝福祷告运动 今天是第四周的第二天 上帝寻找带导者 让我们翻开以西节书二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强言 在我面前围着国站在破口堵住 使我不灭绝这国且找不着一个 所以我将脑恨倒在他们身上 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 造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几年前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要成为更好的带导者 我尝试增加更多的时间涵盖了许多的需要 并更密集的祷告 有一段时间情况进行的相当顺利 然而很快的我发现自己在时间上不够了 会跳过这些延长的祷告时间 令我困扰的是 我竟然可以这么容易的就列过祷告了 我求主让我对这些事有所看见的时候 他帮助我看到我的问题是 我根本不相信带导会使事情改变 似乎不管我祷告以否 我师周围的生活都珍藏的在进行 然后上帝就带我看见 以诗节书22章里面 所讲到的一些的经文 他让我看见代导者借由他们的祷告 就坚立的强言 而且站在破口上 他们在他对世界的统管上是绝对重要的 当我问到有关这段经文的问题 假使上帝那时找到一位代导者 以色列的历史会有所不同吗 或我得到的答案是 是的 当我进一步的问到 我家人 教会和我父亲的社区的历史 依赖我的代导吗 回答又是 是的 那上帝寻找代导者 不是因为没有了这些人 他就会缺乏智慧或能力来统管这个世界 而是因为他乐意选择 选择透过他的百姓的代导来治理这世界 代导不是可自由选择的 代导是上帝因行中一个 必须且重要的部分 在我们祷告后 事情才会发生 若我们不祷告 事情就不会发生 若我们不祷告 事情就不发生的话 要是我们祷告了 事情早就发生了 在新的时代 天父上帝总是可以找到一位来 见你强颜 并为他站在破口上 他找到的那一位 就是耶稣基督 他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 不过耶稣不是独自的祷告 我们代求的祷告 与他相连接在一起 而耶稣 借助他的圣灵 透过我们来祷告 难怪 上帝的国度不断进展 福音正传扬到世界上每个国家 这都是因为祷告 弟兄姐妹 你的祷告对世界的推进有所贡献吗 就让我们来反省下两个问题 第一 让我们想想一想 上帝决定透过你的祷告 会在你的家里 你的社区 你的教会或国家里 做些什么事呢 那让你感觉如何呢 第二 带导者的角色的重要 提醒了我们些什么呢 就让我们又以细结束 二十二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的内容 成为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要感谢你伟大的能力 你选择 借由你的百姓 来祷告 统管世界 我们要赞美你 你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主我也承认 有时候 我不懂得怎么样为人祷告 或者我为人祷告 代求的时候 却不坚持 主啊 我求你赦免我 从今天开始 我要谢谢你 给我有这样的一个特权 能够与你一起的 一同的统领这世界 的一种神圣的权柄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赐下恩典 让我成为一位 忠心又忠实的带导者 主啊 我向你献上感恩 我如此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得神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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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